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15号星期二 我是主持人小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第21届北加华人运动大会开幕里在红木城举行 旧金山市长和市府官员在开学第一天强调交通安全 涉嫌干预左州2020总统选举 特朗普及18位盟友被刑事起诉 过去20年美国离婚率缓慢下降 中国国台办说赖清德台独分裂谬论 将为台湾带来兵凶战位 中国暂停公布今年来屡创新高的青年失业率 卢布汇率暴跌 俄罗斯央行升息14码就是3.5个百分点 全球卖作电影巴比英违反道德在阿尔及利亚被停印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来消息由北加州华人文化体育学会主办的第21届北加华人运动大会 于8月12号上午在鸿木城鸿山高中田径场举行了盛大开幕式 该届运动会主题为守望出新再起新城 就近上湾区109家团体组成的方阵队伍出席了开幕力 将近5000人参加了当天各项文化体育活动 开幕式当天举行了田径锦标赛 太极内加拳锦标赛 草地排球锦标赛 广场舞比赛 21届世界学生绘画比赛等活动 本台记者陈永青 8月15号旧金山报道 旧金山市长布里德 15号与警察局长威廉史格 旧金山市交通局局长杰夫·图姆林 旧金山联合学区学区总监马特·维恩博士 一起提醒社区 在旧金山联合学区开学的第一天 行人和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今年旧金山交通局将为旧金山106所公立和私立学校 提供路口警卫 路口警卫计划包括180名路口警卫 覆盖154个城市的十字路口 大约5万名学生就读于旧金山联合学区学校 学校拥有一万名教职员工 大约一半的注册学生将使用MUNI进行日常同情 交通局局长图姆林说 无论是乘坐MUNI乘骑自行车 步行滑板还是拼车 我们祝愿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而安全的学年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周二下午 拜登总统在威斯康星州宣传经济议程时 就夏威夷毛衣岛野火灾情发表了评论 他承诺将会尽快前往当地进行视察 并强调联邦政府将继续向夏威夷州提供所需的各项救援及物资支持 周二当天 白宫还在推特上晒了一张 拜登在空军一号上 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通电话 讨论当地灾情的照片 8月14号深夜 佐治亚州一位法官签字 确认了该州福尔顿县一个大陪审团 刚刚投票批准的刑事起诉书 正式把特朗普及其18个同党推上了被告席 起诉书是在福尔顿郡地检官威利斯 长达两年的调查后提出的 其中包括针对特朗普的13项指控 以及针对其18名盟友的指控 除了特朗普还有他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白宫前幕僚长梅多斯等亲密盟友 威利斯说 这些盟友是试图推翻 乔治亚州选举结果的犯罪集团的一部分 至此特朗普已经成为 四桩刑事案的犯罪嫌疑人 法庭要求他8月25号之前 到福尔顿县法院投案自首 在周一晚 前总统特朗普及其盟友 因涉嫌推翻 乔治亚州2020总统大选结果 遭该州检方起诉后不久 特朗普及其盟友 对此案均予以回应 特朗普称 此案是民主党人干涉大选的第四次行动 目的就是让白宫处于狡诈的拜登的控制之下 并把他在2024大选中最大的对手关进监狱 并抨击了检察官威利斯 利用对特朗普的起诉来筹款和竞选 暗示他提出指控 旨在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 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的首席刑事辩护律师克拉克 周二请求一名联邦法官允许他退出此案 以便在未来的诉讼中被传唤为证人 克拉克向负责亨特拜登案件的特拉华州联邦法官 提出了一项动议 文件写道 根据最近的试探发展 认罪协议和转处协议的谈判和起草 似乎将受到质疑 而克拉克先生将是这些问题的敏锐证人 根据疾病控制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 2021年有近69万对夫妇离婚 这大约是当年结婚夫妇数量的一半 而根据CDC的这份报告 过去20年全美的离婚率一直在缓慢下降 2000年结婚的每有十对夫妇当中 大约有五对离婚 2021年每十对婚姻中只有四对离婚 46%的受访者表示 职业选择是他们婚姻冲突的最大根源 另有43%的受访者认为 养育孩子方法的不同是导致离婚的原因 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 我是肖方 下面继续来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人民银行15号下调常备借贷便利利率10点子 即日起生效 隔夜利率下调至2.65厘 七天期下调至2.8厘 一个月期下调至3.15厘 人行同时下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利率15点子 以及下调逆回购操作利率10点子 这是央行三个月内第二次下调政策利率 另据消息 中国人民银行预计将于下周降低基准贷款利率 该利率决定了抵押贷款和企业贷款利率 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促使银行增加放贷来刺激经济 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是央行向各家金融机构投放流动性的工具 其主要作用是提高货币调控效果 有效防范银行体系流动性风险 增强对货币市场利率的调控效力 点子则是外汇交易中最小额的单位 本台综合消息 针对8月起暂停发布青年人等分年龄段城镇调查失业率一事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回应表示 待相关统计方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后会及时恢复发布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15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对暂停公布的原因做出说明 他表示 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 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 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 目前暂停发布相关数据 不影响整体失业率统计调查 总体失业率是可以反映经济运行中就业整体情况的 另据消息中国城镇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 今年以来逐月上升 6月为21.3% 创下历史新高 经济学家普遍预测该指数7月将进一步攀升 本台消息 近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走低 15号数据显示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内失守7.3的关口 创去年11月以来新低 在岸人民币也跌破7.28元关口 有业内人士表示 近期人民币的汇率有所波动 但仍然是一种持续稳定的货币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之城 中国国家发改委15号表示 增加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亿元人民币 支持河北北京黑龙江吉林福建 以及重庆六省市受灾严重地区基础设施 及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应急恢复重建 发改委说 加上前两批已经安排的2亿元 今年已累计安排7亿元 专项用于受灾严重地区 灾后应急恢复重建 中国外交部15号回应 赖清德过境美国 中方是否会进行军事演习提问时 批评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 中国外交部说中方正密切跟踪事态发展 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另据消息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连凤 15号在接受美国彭博社专访时 批评赖清德名玩不化 更利用过境窜美 鼓噪台独分裂谬论 再次表明赖清德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工作者 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 其所标榜的所谓和平论调完全是谎言 这样的人只会给台湾带来兵凶战威 日本首相安天文雄 15号以自民党总裁名义 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 内阁成员之一的现任大臣高氏 早苗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外交部说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表明严正立场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强调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 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 日本政要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 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 15号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称 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领域合作 不针对第三国 他还指出中国愿在上核组织框架内 加强安全工作 同时加强与伊朗和白俄罗斯的军事合作 李尚福是应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的邀请 前往俄罗斯出席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并访问白俄罗斯 另据消息 李尚福15号与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举行工作会晤 邵伊古在会晤中强调 俄中两国是战略伙伴 好邻居和诚实的和忠诚的伙伴 两国保持高层军事接触 举行海陆空联合演习 并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 美日韩领导人本周将在美国戴维营举行峰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号说 中方反对有关国家拼凑各种小圈子 反对加剧对立 损害他国战略安全的做法 希望有关国家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多做有利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事 路透社早前报道 预计峰会将发表联合声明 将提及对北京试图改变台海现状的担忧 以及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内容 美国官员称这次峰会将会同意 就地区防务责任达成相互谅解 以及设立一条三方热线 以便在发生危机时沟通 中国国防部15号表示 中国和印度两军从20号起一连两天 在穆尔多楚书勒会晤点印方的一侧 举行第19轮军长级会谈 双方将围绕解决中印边界 西段剩余问题展开积极深入和建设性沟通 双方同意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 保持沟通对话势头 尽快解决剩余问题 在此期间 双方同意维护中印边境和平安宁 下面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在乌克兰艰辛反攻 试图收复尸土之际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15号表示 乌克兰的军事资源几乎耗尽 并说西方武器无独特之出 尚伊古是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中 做上述发言 俄罗斯邀请了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与会 但排除了西方国家 瑞典政府15号表示 将对乌克兰捐赠价值超过三亿美元的弹药 和之前提供武器系统的零部件 瑞典国防部长强生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是瑞典第13次向乌克兰提供军援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表示 西方国家计划将北约与美英澳联盟 普京说北约继续加强进攻能力并现代化 美国正在努力重新调整在亚太地区发展起来的 国家之间的互动体系 他表示美国谋求按自己的需要 重塑在亚太地区形成的国家之间协作体系 推行所谓亚太战略 实际上就是为了打造由华盛顿控制的军事政治联盟 在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价贬至超过16个月来的最低点后 俄罗斯央行俄罗斯银行15号一口气升息14码 也就是3.5个百分点 将主要利率从8.5%调升至12% 俄罗斯央行15号召开紧急会议后表示 采取这项决定是为了限缩危及物价稳定的风险 俄罗斯央行市井目前通膨压力还在上升 如果物价继续以目前的速度上涨 明年恐怕无法达成央行的抑制通膨目标 卢布近日显著转弱 14号跌穿100对亿美元关口 并跌向102对亿美元水平 由于西方制裁对俄罗斯贸易收支有影响 加上军费开支飙升都拖累卢布汇率 俄罗斯政府日前公开呼吁收紧货币政策 批评是俄罗斯央行的政策导致卢布疲软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致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祝贺朝鲜祖国解放日 他也誓言要深化两国关系 根据俄罗斯政府发布的新闻稿 普京在信中说 我确信双方将继续在所有领域合作 以造福人民 并为强化朝鲜半岛 及整个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共同努力 俄罗斯南部油站爆炸并起大火 死亡人数至少增加到了35人 另有80人受伤 当地检察部门已对大火展开刑事调查 事发在达基斯坦共和国首府 马哈奇卡拉市 14号晚间 一个在路边的汽车维修中心发生大火 引发了附近的加油站爆炸 火场面积达600平方米 消防员用了三个多小时铺锡大火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表示 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降温和清理 俄罗斯传媒早前引述达基斯坦卫生部说 伤者中13人是儿童 达基斯坦政府宣布15号为哀悼日 印度最近发生洪水与泥石流灾害 搜救人员15号努力寻找可能失踪的民众 这场灾害至少已造成65人死亡 其中11人因为一间香火鼎盛的 师婆神庙倒塌而遇难 8月15号 使阿富汗塔利班重返政权两周年 执政当局当天在各地安排各种庆祝活动 一个联合国专家小组发表公报 谴责塔利班政权 并未兑现放松种种限制措施的诺言 阿富汗女性尤其对失去 曾一度获得的自由和权利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 激进伊斯兰武装 伊斯兰国的威胁也未消除 厄瓜多尔将于本周末举行总统大选 有消息说14号又有一位地方政治人物 遭枪杀身亡 这是事隔总统候选人维拉维森修 遇刺不到一周的时间 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之一的 龚萨雷兹表示 遭杀害的政治人物布里欧尼斯 是隶属前厄瓜多总统 科利亚公民革命党的成员 同时也是于哥伦比亚接壤的爱斯梅拉达斯省的竞选活动领袖之一 根据当地新闻报道 全球卖座的电影巴比因违反道德遭到阿尔及利亚当局从电影院撤下 这个北非国家加入越来越多阿拉伯国家进播这部电影的行列 全球票房已突破12亿美元的巴比 于7月19号在阿尔及利亚上映 但8月13号无预警遭电影院下架 当地发行商宣布下架电影时并没有说明原因 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 巴比是因为违反道德而被下架的 今天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51.86点 跌幅1.18% 报收4437.86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361.24点 跌幅1.02% 报收34946.3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57.28点 跌幅1.14% 报收13631.05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